我们今天来勾制一款蝴蝶结的宠物项圈 首先需要准备两团毛线 我这里用的是五谷的牛奶棉 另外还需要一个3.0的勾针 以及一枚钮扣 首先我们来编织蝴蝶结的部分 起针运用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17个辫子针 17个辫子针锁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一行 首先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在锁针的背面 挑凸起的这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之后呢 我们就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编织16个短针 第一行的16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调转方向 首先在第一针上面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第二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四针的枣形针 先编织四个 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后面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造型针的顺序 继续编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造型针完成之后 第三个造型针完成之后 接着按顺序 编织四个短针 后面继续按照一个造型针 一个短针的顺序 重复编织 第二个造型针 第二个造型针 德盈 二个 IT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呢 我们就按照一行短针 一行造型针的顺序 一直编到第八行即可 第八行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固定 然后将线剪断 最后我们将线头的部分 隐藏到植物里 接着锁一针固定 接着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的线 在蝴蝶结中间的部分缠绕几圈 蝴蝶结完成之后 线头的部分不需要剪断 我们留作后面缝合用 接着我们来编织袋子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开始锁针 锁针数是6的倍数 最后加上2针 大家根据个人的需求 来调整锁针的长度 视频内的尺寸 我们一共锁针62针 锁针 锁针的链条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一行 返回到数第二个锁针 按顺许编织61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调整方向 在每一个短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同样编织61个短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调整方向 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空出两针 在下一针上 编织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三针 然后将勾针 穿过第三个长针 前半针和侧面的一根线 接着将线一次性勾出 这样编织一个狗牙拉针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三个长针 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空出两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空出两针 编织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三针 编织一个狗牙拉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三个长针 之后呢 就一直重复编织 接着 编织三个长针 第三行完成之后 接着最后锁五针 在开始的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引巴针 接着将线剪断 接着我们将线头的部分 隐藏到织物里 编织一个织一个颜色 编织一个绿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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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针 完全ื ratio 美女 编织一个绿一枝 一枝 然后我织一个绿一枝 接着我们将蝴蝶结的部分固定到中间的位置 狐狸结的部分固定好之后 接着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固定一颗钮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了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